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最近刊登了一篇评论 标题是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 这让中国舆论沸腾 很多中国人民没有办法接受这四个字 北京政府要求华尔街日报道歉 但是华尔街日报认为这叫言论自由 它不予理会 最后中国政府的处理 就是把华尔街日报这个媒体 三名驻北京记者的记者证吊销了 同时把他们驱逐出境 东亚病夫这四个字 充满了浓浓的种族歧视 非常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那么这四个字 到底当初从何而来 当初第一次西方的媒体出现这四个字的时候 真的是贬义之词 还是一场误会呢 今天大世界话题 我们就往前看 我们看到清朝 但您来找出到底东亚病夫最早最早是出自何处 好我们首先先来看这次的事件 华尔街日报呢 它就在2月3号 它刊登了一篇这个评论 然后这个评论呢 它的标题叫做 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真正的亚洲病夫 这个是它的大标题 华尔街日报 但是呢 它的里头写的文章的意思是什么 里头的文章当中完全没有这个sigman of Asia 没有这几个字 它的里头 它其实是在探讨中国的金融市场 然后呢 它里头写了一大堆 中国的金融市场比这个华南野味市场要来的更危险 那它里头就写很多啊 说中国这个掩盖了疫情的真相 然后呢 会动摇中国的金融市场 然后呢 它说中国现在它的一个经济地位 已经呢 对于全世界的经济来讲 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所以呢 它说 这个如果中国的金融 因为中国政府掩盖疫情的真相而崩溃的话 哇 那会影响到全世界 然后引发什么金融风暴 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呢 它就开始讲讲讲讲 讲 写了很多 但是呢 完全里头没有提到什么东亚病夫啊 但是标题是这样下的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标题引发了轩然大波 它的内容如何 大家都觉得随便你评论嘛 对不对 那这个这个作家他觉得是这样 那你就这样觉得 但是这个标题就让大家觉得非常不舒服 在中国呢 大家就立刻要求他道歉 2月3号 华尔街这个日报写了这样的一个标题之后 我们来看到中国的外交系统 立刻要求华尔街日报道歉 各式各样要求 每一回呢 有这个外交部的记者会的时候 就要求他道歉 但是呢 等了好多天啊 完全没有任何的回应 所以呢 我们要带你来看哦 这个他们各自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哦 我们来看到 华尔街日报写了这样的一个标题长这样 这就是当天他所刊出来的一个标题是这样 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好 那么是这样子的一个大标题 那当然他副标是在讲 他在谈金融市场嘛 但是呢 我们来看作者哦 被耿爽要求道歉了之后呢 这个作者跳出来 他说哎不关我事哎 他说我的内容写的是金融市场的问题哎 我根本没有写到什么 sigma of Asia 他没有写啊 这个作者觉得哎 我很无辜哦 他说那个标题叫做编辑下的 不关我的事 然后呢 哎这个华尔街日报呢 哎他就讲啦 他说这个评论啊 不是社论 意思就是这个评论是那个作者写的 并不是华尔街日报他们自己的社论 所以呢 呃这个编辑下的标啊 叫做言论自由 所以呢 呃耿爽这个中国的外交系统要求他道歉 他说那叫言论自由 为什么要为了言论自由而道歉 好 然后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呢 这个记者啊 被这个中国取消了这个他们的记者证 然后被驱逐出境 然后这个记者觉得我也很倒霉 他觉得被连累 他说搞什么啊 我们是采访记者 那个叫做评论的作家 这个作家人在美国家中做 然后呢 这个记者人在北京辛苦的跑新闻 他说我们用不同部门 哎为什么是我被驱逐啊 关我什么事啊 然后耿爽怎么回应说 反正你们就是华尔街日报 只有一个 我干嘛要搞懂你们什么分工 你还记者 还什么评论 还作者 还不是社论 什么有的没的 他说我不用管啊 反正你不道歉 我就是要给你一个惩罚嘛 所以呢 我们来看到北京直接吊销他的记者证 然后把那三个记者驱逐出境 那不止如此哦 华尔街日报其实在中国他们有一个分社 那这个分社呢 里头有非常多中国籍的记者 采访编辑很多 然后中国分社呢 他们也看不下去 他们也自己写了一个公开信 然后写给他们的高层 要求他们要改标题 而且要道歉 但是呢 华尔街日报高层就觉得那叫言论自由 所以我不要道歉 但是呢 后来我们看到了这个是 中国的鹰派的官方媒体 环球时报 他说 他们得到的消息是 这个虽然啊 华尔街日报的高层啊 这个是大街上不能道歉 因为有失他媒体的尊严 但是他说 私底下偷偷的写了一封信 写了一封信来 然后说他觉得很不安 他们下的这个标题呢 有一点伤害到了 这个中国的人民情感 他们觉得很不安 然后希望呢 可以这个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 但是无论如何 现在的北京当局呢 已经正式要求道歉 但他们不道歉 所以最后的结局 就是这个记者被驱逐出境了 不过呢 现在美国方面有反制哦 现在美国说 如果要真的这样践踏 他们的言论自由 采访自由 新闻自由的话 美国政府可能不排除 也要驱逐中国的记者哦 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有争议的标题 已经演变成了 中美之间的媒体大战 全球新闻天天离不开武汉肺炎 最近却有美国媒体 疫苗惹怒全中国 美国华尔街日报 二月三号刊出一篇专栏 标题下了一句 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 内容是在抨击 中国就算实力强大 但疫情已经让人们意识到 中方打造势不可当的表面 早就被看破 现在中国金融市场动荡 物价混乱 疫情过后 金融体系恐怕还会继续崩溃 往后更可能会对中共的政治局势 世界政局的平衡 产生各种不利冲击 此篇文章一出 燃起中国官方怒火 立刻予以踏伐 更爽称 这篇文章 诋毁中国抗击疫情的努力 文章标题 带有种族主义的色彩 耸人听为 既违背了客观事实 又违反职业道德 中方已向报社提出严正交涉 要求公开正式道歉 华尔街日报 中国分身53名员工 甚至联署致函给美国总部 要求改标和道歉 但高层通通没接受 直到2月19号 北京依然等不到 华尔街日报的道歉 直接吊销该报 三名驻北京记者的记者证 并驱逐出境 下出重手 以示谴责 面对恶意 侮辱抹黑 中国不做沉默的羔羊 第二 该报以新闻报道和评论 相对独立为由 百般推诿 没有道理 华尔街日报 究竟谁来负责任 谁出面道歉 华尔街日报 既然有骂人的嚣张 为什么没有道歉的勇气 华尔街日报迟迟没动作 反倒是美国官方 干脆引用外国实观法 把中国五家官媒 全部改成外交单位 包括新华社 中国环球电视网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国日报和人民日报 每一家都得向华府 缴出职员名单 个人资料 甚至还要依法申报财产 对于被美国用国家机器 查清底细 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表示 会采取适当动作 来当作对中国的回应 甚至传出美方 也可能会吃足中国记者的方式 进行报复 如今驻中国的外国记者人人自为 华尔街日报中国分社 再度写信呼吁总部出面 因为一具亚洲病夫 让飞檐疫情 演变成了一场美中两国的媒体论述 争霸战 三新闻成了不懂 好我们看到了这个 这个东亚病夫这四个字 那么让这个整个中国的舆论 还有中国的人民 这非常非常的愤怒 所以是整个正式的中国 要求华尔街日报 要求一家媒体要为此道歉 认为是遭到了种族歧视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带您来看 那东亚病夫这四个字 其实应该大家都知道 那是有一个贬义之词 认为那是一个歧视中国人的一个用词 那到底这四个字当初是从哪来的呢 我们来看其实应该先从Sigman 这个字开始说起 当初这个Sigman指的是国家的衰落 指的是曾经非常辉煌的帝国 然后走向了衰败之路 最早最早Sigman 他指的不是中国 最早最早曾经在一个公开的媒体 或者是公开的文献当中出现这个字 是19世纪 叫Sigman of Europe 那么指的是厄图曼帝国 然后说他是欧洲的病夫 然后这个Sigman指的是一个大国的陨落 所以最早提的是厄图曼帝国 但是后来在中国出现了这个字呢 是在1896年 那个时候的上海租界有一份英文报纸 那这份英文报纸叫做自灵西报 然后自灵西报呢 他就写了一大篇的一个评论 然后这个评论呢 他的一个标题呢 就叫做Sigman of Asia 就是亚洲的病夫了 亚洲病夫 然后就在讲中国的一个帝国的陨落 那个时候是大清帝国 大清帝国的陨落 然后他讲说大清帝国当初也是多么多么辉煌 然后呢这个几千年 怎样怎样 这个是一脉相承 好多朝代到最后大清帝国 结果呢 他说怎么会 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是甲午战争之后 他说这么大一个帝国 被一个小日本 哇打到歪国起床 打到很惨 然后他就说那怎么回事呢 他说怎么会这么大一个帝国 然后就陨落了呢 就走向衰败了呢 所以他写了一大篇 然后呢里头就在描述说 大清帝国是如何如何 然后呢被这个日本 这个打来打去 所以呢这个Sigman of Asia 就是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 说他说我们是东亚病夫 但是那个时候呢 文章字里行间 他指的不是中国人 他也指的不是清朝的子民 他讲的是大清帝国 他讲的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衰败 指的是国家 所以呢他指的是清末 整个官僚腐败 根本不是指中国人 也就是说最初最初出现这个东亚病夫 这四个文字 到今天我们对这四个字的理解 其实中间经过了非常多的一些演绎 中间还有很多故事呢 那后来呢 东亚病夫被当时 这个清末的很多的知识分子 比如说像是梁启超等人 他们西方的媒体这样子说 我们是大国的陨落 然后呢梁启超他们就很看不惯 这个大清帝国如此腐败 然后看不惯这么多的大清的子民 然后到了清末就在那个地方抽鸦片 然后好瘦好瘦 然后留一个长辫子 然后每个这个中国人看起来的样子 都是长辫子好瘦 因为抽鸦片瘦得不得了 然后呢又好像一副这个文文弱弱 然后这个外国人来那种那种你知道 这种金发碧眼都很高大嘛 感觉好像不小心撞你一下 就要飘走了 就要倒地一样 所以呢梁启超这种知识分子看不下去 所以他们也写了很多文章 就认为这个清朝的子民 中国人不可以再是这个样子 然后任人欺负 所以觉得我们不可以再做东亚病夫 那个时候有非常多的一些 这个知识分子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在批评政府 所以后来慢慢慢慢的 最早的东亚病夫被很多的演绎之后 变成了我们今天想象当中的一个贬义之词了 所以后来就变成了这四个字 是西方人在歧视中国人 在侮辱中国人的时候会用的字眼 特别这四个字被发扬光大 是李小龙 这个布斯利 在1970年代他的金武门这个电影当中 有这样的一个桥段 这个李小龙 然后有日本的武士 日本的武士 然后就打他 然后上门踢馆 然后上门踢馆还送给他一个匾额 叫做东亚病夫 这个电影的画面 有没有看到布斯利在这里 这个李小龙 这个电影当中的截图 然后你看他就是拿东亚病夫的一个匾额 然后去跟李小龙挑战 然后还当电影情节当中 啪啪啪 然后还赏他两巴掌 然后最后这个布斯利 就拿着这个匾额 又回到了这个日本人 再跟他挑战回去 然后把所有的这个日本人 全部打倒在地上 然后最后还把这个东亚病夫 这四个匾额 就把它折断 然后把上面的纸 电影情节 不是我自己乱演 电影情节 然后他把这个纸 全部都撕下来 然后让那个小日本 把你嘴巴吃进去 就有这样的一个情节 然后据说那个时候 电影在电影院演的时候 哇看到这个情节 那个只吃到小日本嘴巴里的时候 全场欢呼 大家觉得 哇我的民族精神 得以这个伸张了 这布斯利真是很厉害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电影 又加强底下之后 李小龙的经典台词 就是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 所以这东亚病夫 这样的一个形象 就伸直在我们心里头了 所以东亚病夫 变成一个贬义之词 变成了一个种族歧视 所以到今天 不晓得这样解释 这些华尔街日报的人 懂不懂 这四个字 在中国当中 已经会非常伤害 中国人的情感 所以这个 你看这华尔街日报 一直说 这就是言论自由 但言论自由 也有个底线吧 如果你用一个 非常贬义之词 在形容对方的时候 那可能你要想象得到 人家会有这么大的反弹 1970年代电影金武门 李小龙帅气拿起东亚病夫招牌 成功踢罐一一打败日本武士 打破了中国 是东亚病夫的臭名 李小龙激起了 中国的民族意识 却也经常提醒着 中国海内外华人 东亚病夫一死 确实成了一种耻辱的象征 你看这把东亚病夫啊 个个都没白用啊 但已经久久没有浮出 台面的四个字 最近却因为华尔街日报文章 形容武汉肺炎下的中国 政治经济动荡 标题海下中国 是真正的亚洲病夫 让这一个充满敌意的词 再度意外成为话题 不少人确实感到冒犯 但东亚病夫一词 到底从何而来 最早可以追溯到1896年 英国伦敦的英文报纸 经过上海自灵稀报转载后 由事物报翻译成中文 原文就有提到 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 形容中国甲午战争战败后 中国政务的落后 改革是当务之急 直到这个人把病夫一词加以发挥 他是戊戌变法发起人之一 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 思想家和享誉海内外的 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 先生梁启超 梁启超认为国人体弱多病 影响了民族的竞争力 因此病夫原本批评大国没落 后来意义才渐渐演变成 对一个国家人民的骂名 但历史原貌已经被人遗忘 随着时间过去流行文化 媒体情愫的凸显 留下了病夫侮辱的含义 深深烙印在民族集体记忆当中 直到现在 任何有良知 有道德的人 都应该对这种 不当错误言行 予以反对和抵制 如今美国华尔街日报 在武汉肺炎疫情肆虐之际 使用亚洲病夫一词 形容中国整体局势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冒犯 终究挑起了整个中国的敏感神经 在那些文件上都不懂 在那些文件上都不懂 我从长浴池来说 串通的甲蚣 我并不追溯 所以我们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一起来 可以有一个记忆 我们一起来